黑龙江 伊米林山脉 绑交龙般的江雨绵延 中国领土最东北边陲 纬度最高的省份 朝暮周而复始 勾勒着性格迥异的龙江 当朝阳绽放 我在黑龙江遇见北国之春 龙江大地的复苏 是春的山山池来 它带着东风从南至北 覆过湖泊 火山和城市的各个角落 为大地披上霞衣 万物生灵 翱翔于天际 奔着于丛林 为春的到来 雀跃和欢呼 艳阳阳正好 我在黑龙江遇见避暑圣地 午后的森林深处 火山湿地 将凉爽拦入怀中 友善在天然仰霸中穿行 浮热徘徊在不尽的灵烟之外 飞翔在流淌的剑壶中倒影 人们在双湿蜂蜂蜂蜜中 尽情驰骑 火山冷泉 浸透他们的康剑 再把这浪漫写进音符 节奏里的欢唱 在音乐之城的前行中 情不自禁 要你跳起 可以改进温度的舞步 往返在中俄双子城 跨进属于每个人的一国风情 穿越两极 在慷慨中 交换灿烂 尽想夏日当空的狂欢 江边的傍晚 我在黑龙江遇见五花山色 黑龙江秋日的收获 一半来自米林 一半归宫于凉田 山林沿不住光辉 人们在辛勤劳作后 收获硕果丰树 斑斑中的往昔时光 它正唯唯到了 用秋日繁盛向人们发出邀请 东木降临之前 我在黑龙江遇见冰雪之冠 大梅雪香的晴朗 温润 游别于惯有的冬季 当我们沉浸在雪地温泉的奇幻中 丹丹丽鹤正在哀哀雪原上飞舞 冰雪 解极在森林 火山 乡间的童话中 变换着各种身子 白雪覆盖的广袤 唱起收获的欢歌 开启梦一般的想象 翻滚在临海雪原 驰骋于山脉腹地 倒不进关于东的想象 热情的龙江人 以北国独有的方式 将冰雪作为天赋 用匠心调出梦幻 透过冰分 重新定义冰雪之冠上的明珠 这里的一砖一把 一曲一幕 都欠着十代的热忱 华灯初上 照亮家家户户的蒸蒸日上 迎接黎明的再次来临 龙江的四季 性格迥异 皆为好客 我是龙江人 也是龙江客 无论何时 只要来到这片土地 你就是龙江的家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为何 Truth